1995年的一天,有一个人在光天花日下抢劫了美国的两家银行 他没有戴口罩和任何伪装 走出每一家银行之前对着监控摄像机微笑 当然警察发现了抢匪并在深夜将其逮捕 有趣的是当抢匪被戴上手铐时他感到困惑 并喃喃自己说,我明明带着柠檬汁,显然这名银行抢劫犯认为 在他的脸上涂柠檬汁,监控摄像机就会看不到他 而且他不但只是这么认为他对此很有信心 他的理由是由于柠檬汁的化学特性被用在透明墨水中 因此他应该可以让它透明 这显然是一种完全愚蠢的思维方式 但有趣的是在警察向他展示了他的抢劫镜头后 他也确实感到吃惊 但是这没有用,他还是认为这些镜头是假的 他得出责任说这名男子并没有发疯或吸毒 只是相信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错误消息 有趣的抢劫案是两位社会心理学家 邓宁和克鲁格更加深入地研究这一现象 特别是他们最感兴趣的是这个强匪的强烈信心 这让他相信用柠檬汁可以挡住摄像头 为了在实验室中对此进行调查 他们测试了一般大学生的语法、逻辑推理、幽默感 在知道测试分数之后 他们要求每个学生评估自己的总体分数 以及与其他学生相比的相对排名 这是邓宁和克鲁格发心理人着迷的结果 他们发现在这些认知任务中 得分最低的学生总是高估了自己的表现 不仅如此,而且很多 他们认为自己的分数高于平均分 而他们的分数却是最低的 因此不仅这些学生在这些领域不称之或缺乏技能 而且他们显然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这些方面有多糟糕 得分最高的学生对自己的能力有更准确的认识 但他们都犯了一个相同的错误 得分最高的学生低估了他们的表现 他们知道自己在测试中要比平均水平更好 但是因为对他们来说很容易 所以他们认为对所有人来说都很容易 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能力处于最高水平 今天这种现象被称为邓宁和克鲁格效应 本质上能力地下的人不具备识别自己的无人或自信不住的能力 他们缺乏的自我意识导致了他们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你可以在此途中清楚地看到我的意思 几乎没有任何技能或知识的人会导致巨大的信心 这些才艺表演中观察到 事情通常充满各种好歌手和外歌手 那些不擅长唱歌的人几乎永远不会意识到自己是有多么难透 这就是为什么当他们被拒绝时他们是真的感到失望 说实话我们不是很擅长准确地评估自己 实际上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比平均水平更好 88%的人认为自己是比大多数人更好的司机 甚至老年人也将自己列为最佳司机 一个更有趣的例子是94%的教授认为自己比同僚更好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认为自己比他人更好 这违反了数学定律 但为什么呢 为什么技能不高会使你对自己的人力更有信心 我将帮你直接了解这种情况 这是小明 他是一名业余摄影师 这个方块代表了他对摄影的了解 他认为摄影领域有这么大 因此他很容易在所有摄影师中剧烈前卫 但是他遇到了一个专业摄影师 从事摄影已经有七年了 但是他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 摄影师对摄影非常了解 但是他也知道摄影领域要大得多 要更加了解这么多 因为该摄影师对拍摄领域有更多的了解 所以他知道会摄区域的存在 但是小明没有 现在你可以了解为什么小明对自己的人力如此自信 他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 因为他只对这个领域有一点了解 他不知道比这方块更广泛的东西 而且由于他不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 他认为自己对摄影知道90% 同时专家倾向也预示到他们的知己水平 他们通常会犯一个相同的错误 他们认为其他人都是知识饱满的人 主要是因为其他人发挥了很大的信心 在这种情况下 摄影师知道他只知道70% 但是如果他遇到像小明这样的人 他会低估自己 毕竟90%比70%好 我们都容易受到登林克鲁格效应的影响 也似乎有多少 这是一个美丽的拨论 在这个拨论中我们学习越多 对他的了解就越小 另一方面都留在所追求的东西表面上的人 永远不会知道他们仍然需要学习多少 在登林克鲁格什意见中 既然不受恋或能力不强的学生在接受了关于他们所缺乏能力的辅导后 提高了正确顾计测试结果的能力 领先于你的人叫你还没学习的内容会很有帮助 因此下次你觉得自己很了解或充满信心时 请仔细看一下该主题 因为你可能是登林克鲁格效应的受害者 只是你可能不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 如果你喜欢这影片请按赞按钮 如果你还没订阅请按下订阅 这样一来你就不会做过强生健体的影片